比如說你偶然在路上 撿到五百塊 不好意思 習主席要給你抽三百塊的時候 就你現在中國為什麼要 要第一人民的吸名子名糕到這種地方 沒錢了 全方面破產 中間還蓋捷運 結果捷運到現在已經就要 融資跳票 根本沒有付帳 所以中間變什麼 全部都變爛圍了 當然得要跟民眾吸名子名糕 才有辦法去贏虧兩票 尤其剛剛講的 美國經濟器用所謂的水生活 來迎來這個所謂的三中全會 除了剛剛講的七大水系 全部都淹水之外 現在大家也注意到了 你的經濟非常的糟糕 之前不是講嗎 你的經濟火車頭 你是你的房地產 房地產當時很多人變爛圍了 爛圍了我就交不出去 所以現在中國說 我要保交物 好保證 你要保證 把這個房子給我交出去 那現在中國有沒有保交 要把東西都保交出去了 結果保交出去 不保還好 不交還好 一保一交就發現 根本不能住 對 保德哥 因為他們現在強制保交之後 導致說最後廠商有沒有 把所有的貨物交出來 有 房子看起來外觀美倫美奂 結果真的仔細看到裡面之後 才發現完蛋了 出了大問題 比如說我們講 在湖南有一個地方 它超天花板 看起來很漂亮 對不對 整個白白的一片一片 結果保德哥你知道 他拿那個掃把 去捅一下 捅一下 你知道發生什麼狀況嗎 直接就捅出一個洞來了 整個捅上去之後 一個洞 一個大洞 馬上就爆出來 而且 不只是大洞 還有一些 是他千花板 對 而且還有殺死 跟這個我們講的 灰一樣 不不不不 就這樣一直卸下來 不是 我如果住在三樓 我往上投 我居然看到四樓 不是 這次四樓看到 從到五樓 對對對 樓上還會告你 樓下變態 你怎麼會這樣 他說不是啊 我本來只是想說 有一個蚊子 可能要打一下 打下去 馬上就一個大洞 而且更慘 那是什麼嗎 怎麼講 往上不行 可是這個混凝土 根本其實不夠啊 海沙烏都不足以描述這個狀況 因為海沙烏 也不會被哨帚打敗好不好 怎麼會哨帚捅一下 而且沒有鋼筋 對沒有鋼筋 它鋼筋跟鋼筋沒有連起來 對 而且你幹慘 你知道什麼嗎 他們有些人說 好好 那我房子裡面內裝的問題 我去地下室總行了吧 結果也不行 知道什麼嗎 開車往地下室 人家講 開著開著 結果下去 而且是恆大喔 恆大夠大家了吧 恆大很有名了吧 恆大四季 結果開了就說 不好意思 裡面是水庫 水庫 他的地下停車場 完全變水庫 整個全部都漏光了 所以說這個恆大四季 我也是火宝礁了 我也要交給人了 結果發現在地底下 地下是這個樣子 欸 保倫哥我跟你講 而且你不要誤會喔 這個不是因為什麼外頭下大雨 我們是不是常常介紹說 中國的下大雨 沒有喔 外面呢 萬里晴空 完全沒下雨 他就單純 他的管線太爛了 所以地下室 長久以來 就是全部都會變水庫 這不是什麼鬼啊 買的到底是什麼 我要跟你交地 你也不是交這種東西給我啊 甚至有什麼 圍欄 圍欄你知道嗎 就這個你看 就圍欄 看起來很美輪美化 歐式圍欄 你看手輕輕的說 一般都對 不是 他本來就沒有裝好 摸一下 過了就水 甚至我們講最重要一個 防止的東西是什麼 兩柱 我們剛才這些都還可以再維修二補 那兩柱怎麼不行 你知道他們有一個兩柱的狀況 你知道底下是什麼嗎 你看喔 它兩柱整個用手插去發現 是空心柱 裡面下面整個是懸空的 座紙是空的 座紙是空的 這各位你想想看 這種東西誰敢住啊 拜託你空著 你的兩柱的目的就是要支撐重量 你這樣連重量都支撐不住 你還要怎麼住下去 而且更慘的是什麼 強制保鑣對不對 整棟大樓 大樓沒問題 地層直接下線給你看 就你們現在看到這個 整個都崩掉了 它直接地層整個崩掉 所以你就知道現在整個中國 為什麼他們強制這種 豆腐紮工程 硬要交 就是會出現這種爛問題 但最大的問題不只是這樣子 我們剛才一直在講說 三中全會 三中全會 但保理哥你知道 三中全會請問一下 他現在有沒有正式訂帽 他到底要往哪一個方向去 沒有 因為他都是五年十年的重大經濟 對他現在只有聚焦全面 深化改革 我哪知道你要幹嘛 有有有 其實有明目出來囉 他們現在傳出來說 你知道他們要進行全方面的稅改 稅改聽起來是好事 但你知道他要徵什麼稅嗎 比如說奢侈稅 你買什麼LV啊 Goozie啊 金品 我要多給你抽個稅 但有一個稅 我真的沒有辦法接受 就說偶然稅 什麼叫偶然稅 一切都來自於偶然 所以你就要回歸於偶然 比如說你偶然在路上 撿到五百塊 不好意思 習主席要給你抽三百塊什麼 就你不能賺這種不義之財 你只要隨便撿到的錢 所以你的所有的錢財都要經過調查 你所有的錢財經過調查 如果你不能交代你的來源 他就是偶然來的 如果是偶然來的 繳中稅 偶然來的錢你就要回歸於偶然 而且各位你知道他們現在玩多狠嗎 還給你用一個手機APP 這個手機APP 各位他不是一般APP 他就會把你全方面 比如說你的薪資所得 你的哪裡啊 你的出售啊 你的鼓勵所得 你的房屋所得 出售所得 全部統計在這邊 所以只要你的財產 跟這個數字裡面有差 哦 你偶然了哦 馬上就要把你的錢抽回來 所以你知道現在中國為什麼要 要吸人民的 吸人民子民膏到這種地方 沒錢了 全方面破產 我給各位一個數字 破產最嚴重 你知道其實不是中央 地方政府要嚇死人 你知道他們現在隱形債務多少嗎 358兆 358兆 這個已經遠遠超過中央的債務上限哦 所以代表他們地方政府全部都垮台了 那你知道為什麼垮台嗎 因為他們大量的亂蓋房子 比如說我們以柳州為例 以前柳州你知道什麼嗎 做汽車最有名 他們甚至有五大家廠商 專門做汽車 實名海外 實名國際 你知道他們後來的政府天方一談 你知道搞什麼東西嗎 大量用融資 而且他們融資的方法很特別哦 因為每個政府有舉債上限嘛 所以他為了規避這個舉債上限 說我們創造一個叫做融資平台的東西 而且這個融資平台哦 有政府掛擔保哦 甚至他比如說我柳州政府 我就幫你掛擔保 但是這個融資平台你知道拿來幹嘛 蓋遊樂園 那蓋什麼 你知道蓋滑雪場 比如說貴州蓋滑雪場 但是問題是保洁哥 你知道就出一個大問題 誰去貴州滑雪啊 對嘛 你誰會去貴州滑雪 那你蓋那個遊樂園之後誰來去 他覺得他是規避到原本的舊城 他等於是全新的造勝計畫 所以最後導致的結果是什麼 柳州欠債欠了90億 然後呢 還不出來 各位我講的是美金 所以我現在看到的都是爛尾樓 對然後全部空蕩蕩 甚至他們為了要串連舊市場 跟新的這個遊樂園還蓋什麼 中間還蓋捷運 結果捷運到現在已經知道了 融資跳票 根本沒有人付出來 所以中間變什麼 全部都變爛尾樓 結果你現在看到了 一層一層一層 都是只有支柱 沒有輕軌 沒有捷運的爛尾樓 所以你就知道這種狀況下 當然得要跟民眾 吸民旨民告 才有辦法去贏虧良平 好 機會 你過去講說 三中全會對中國來講 至關重要 因為所謂的改革開放 就是鄧小平在三中 當年的三中全會 所提出來的 一中代表我的人事 二中代表我的整個政治的方向 三中就是經濟 所有的五年經濟計畫 從這個地方開始 就今年居然是一個閉門會議 我覺得非常奇怪的是 既然到現在 一張照片都沒有流出來 連一個主張都沒有流出來 現在只知道他要拔鵝毛 也就是要抽老萬星的 所以 而且拔都來不及 是用整個用剃的 這一次來講的話 還是以習近平自己 個人的利益為中心 為什麼呢 因為你現在所有的媒體 包括新華社 都定調這場會議叫做 把習近平視為是改革家 你知道嗎 那他說改革家 這個概念來講的話 就跟過往來講 鄧小平所謂的改革開放 其實是並駕齊驅了 所以你看到現在為止 其實這場會議不重要 為什麼 這場會議已經延宕半年了 本來在半年前就應該開了 那結果延宕半年之後 要開的原因是因為 你不開三中 怎麼去開四中 所以現在其實 它是一個過場的概念 裡面的政策主張 其實已經不重要了 為什麼這樣講呢 習近平的本身來講 他為什麼要定位改革家 其實要告訴西方國家說 我還是持續走鄧小平路線 但問題是說 今天我也搞不清楚 你西方國家 接下來可能川普會當選的 情況之下 美國要怎麼對付我 我也搞不清楚 而且中國現在又在 水深火熱當中 到處在淹水 然後到處有旱災 然後這個在 內部來講的話 民不聊勝 更重要一件事情 這次三中全會 你搬出來拖出來來看的話 這個李尚福呢 對不對 秦剛呢 對不對 然後呢 李玉超呢 魏鳳和呢 這些來講的話 中央委員 那中央委員這些來講 能看嗎 一個一個被整肅掉 或者是一個一個是 這個貪腐腐敗 那這時候 他的三中全會 到時候照片照起來 一堆的缺位 或者是後補的這個委員 這時候習近平 心裡難道不會難過嗎 司總 你說 現在中國的三中全會 根本沒辦法 抬也沒有辦法 你一定計畫 因為有個關鍵 關鍵人物居然是川普 川普現在變成 中國最大的灰心球 他現在這個 龐然大物直撲而來 他會做什麼招 他會出什麼招 你根本不知道 他現在要把你脫鉤 他現在要跟你儲何開支 他現在要取消 你的最貴國待遇 在這種狀況下 中國根本 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沒錯 目前為止來說 你看他這個畫面是 川普出現在這個 共和黨的 全國代表大會裡面 他這個右耳包的這個紗布 你看他出現在 共和黨的這個大會裡面 也難求他已經是總統這樣 然後大家就跟著他在那邊 Fight Fight 你看這整個畫面 是相當的這個激動 但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寶傑 這一次裡面來說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人出現 那就是 川普他所宣布的 這個副總統搭檔的候選人 已經有宣布 由這個現年三十九 之類的惡害二洲的參議員 范思來擔任 對 那寶傑我跟他講 自然如果范思 確定是他的副總統的話 那我跟他講 中國絕對沒有好日子過了 為什麼 因為連總統副總統 都是非常的大鷹派 尤其是范思是超級大鷹派 你知道他這個被提名之後 他接受媒體 Bloomberg採訪之後 他第一件事說什麼 這個 China is the biggest threat to US 他就直接講這個 最大的威脅 他就直接講這個 所以他的最重要的理念就是 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威脅 所以任何人講的第一句話 是他最重的事 他就直接說這樣子 那他曾經說過什麼 他曾經說過 美國最需要是防止 就是中國侵臺這樣的狀況 然後他說 一旦這個事情發生的話 美國會造成大災難 而且是大蕭條 所以他對台灣非常了解 因為他以前是搞創投的 所以他知道什麼AI 他又懂了所謂的虛擬貨幣 所以他很了解台灣的一個狀況 然後他說什麼 要把台灣 要把製造業帶回美國的時候 不要再依賴中國了 就這樣一個狀況 然後他針對 進口中國的方面來說 要讓中國增多更多的關稅 所以等於他的方向 跟川普是完全一模一樣 增高關稅 對 所以我才跟他 要全力對付中國 對 所以我才跟他說 中國接下來要真的剩下蛋 為什麼剩下蛋 我跟他講 事實上這一次的 這個我們都說 拜登好像上台之後 對中國也是好像沒有好臉色對不對 但其實真正發動這一切的人 是川普 對 川普從什麼時候開始 你看我們記得他2017年的時候 當時不是還跟習近平很好嗎 到紫敬城 對紫敬城 你看他訪問中國的時候 不是還非常好嗎 他這個 這個 這個川普 拜這個所謂 習近平還打開了非常多的地方 讓川普去參訪 對 在那邊想到 他回城的時候就知道說 風果絕對不行了 我們要好好的來遏制他 所以保證人家 從他2017年離開之後 他做了第一件事 保證人家是什麼嗎 什麼 在2018年的12月的時候 他抓了一個人 那就是孟晚舟 在加拿大抓了孟晚舟 抓了孟晚舟 是他抓的 以前哪有一個美國總統敢這樣幹 他敢這樣做 他就抓了孟晚舟 抓華為的小公主 孟晚舟 從這時候開始對華為 開始封殺 就是第一個 他敢這樣做 那緊接而來的話 2019年展開什麼 對中國的關稅 全面關稅 開始拉高 只有他敢這樣做 然後他後來要求什麼 萊特希澤 就是他們的貿易代表 你就給我談一個貿易談判 當時中國投降 他說好啦 我就給你買很多東西 結果拜登上台之後 保健身 幹嘛 中國有沒有旅行這些條例 沒有 完全沒有 所以我跟妳講 拜登這個川普上台的第一件事 你當初答應我的事呢 你有沒有做到 你根本沒有做到 所以我就跟他講 這個 這個所謂中國 今天揣著蛋 另外一個 我跟他講 拜登 他對中國的 這個科技業的扼殺 他有一個叫做 小怨高強 對 小怨高強 但是不好意思 保健 你知道拜登跟這個 這個范子他們主張什麼嗎 他主張什麼 全面脫鉤 他們是全面脫鉤 你說藏不夠水不夠 所以你就知道 實際上這個對中國壓力是非常巨大的 另外一個就是重要的人來了 就是萊特希澤 就是當時的這個關稅的這個貿易代表 他現在準備要回到這個美國 要可能擔任財政部部長 那他擔任財政部部長來說 他當然不會給中國好聯社 第一件事 我當初談判的這個細則 你有沒有買 你要買多少東西 你有沒有買 沒有買那什麼好談 好談的 所以你看 川普不是說嗎 他在當選的時候 會考慮到中國進口 科徵60%的關稅 他不是只有講一次 他二月四號是說 所有中國的產品 科60% 那所有進口美國要科10% 然後他還說 中國的製造車輛要科50% 然後中國車在墨西哥生產 要科100% 所以他 所以你就算把車子跑到了墨西哥 你在那邊洗產地 我照樣幫你科100% 所以他是對中國是又更加強硬的 所以你知道最近出現一些什麼事嗎 中國現在 你知道最近一段時間 中國輸往這個美國的所有的貨櫃價格 完全暴漲 暴漲到一個箱子 一萬多美金 這已經來到以前歷史的新高 那你知道保佳為什麼會這樣子嗎 因為中國的進口業者 中國的出口商跟美國的進口業者知道 日子快要沒了 因為川普要來了 現在趕緊出貨 現在全面出貨 有多少東西就出 運多少東西 你要運到什麼程度 運到連韓國廠商都說 我們目前只要運到這個美國去的 完全都沒有貨櫃 所以你就可見 中國現在趕快趁機這個時候 趕快能夠運的都運過去 未來幾年的全部都運過去 他們真的擔心說 你今天川普上任之後 中國的東西就賣不出去了 所以他們現在開始狂運 狂運 不只是這樣保佳 連空運都一樣 他這個什麼虛運 他們都用空運運 現在等於是能運多少都運多少 因為他們知道 在今年11月大選結束之後 到明年1月之後 搞不好這些貨品 可能都要被課高關稅了 台商非常關心三中全會 更關心三中全會的兩會 因為三中全會是中國剛剛講的 我的經濟定 未來的5年經濟計畫就是什麼 就是三中全會裡面定的 定了以後交給兩會去做執行 而今年兩會一樣講的 你剛剛講到 李強已經講的 我要過幾日子 你說真的把台商給嚇死了 應該把全世界都嚇死了 所以全世界在看完 中國現在的兩會都說 現在中國的經濟 是走在鋼索上面了 是我們其實之前在講 現在大家講到過去這三四十年來 中國的經濟發展 非常重要 其實就在兩次的三中全會 所定調的 一次就是在1978年的時候 鄧小平宣布 就是他們已經結束所謂的計畫經濟 開始要向外面開始張開大手 你說改革開放就是在 三中全會宣布的 是 而且然後那一次呢 其實我之前有提到那個 那個時候我們那個王永慶 他就覺得很快 他就認為說當這個經濟體 開始要開發的時候 那台商一定要進去 因為我們在不管在語言上 各個方面跟中國 其實是可以互相成長的 所以台商大舉的進到中國 就是那一次的三中全會之後 就是那時候已經受到嗅覺 而且大家如果可能不記得的話 我這邊再提醒一下 就是那時候曾經 王永慶跟李登輝 他會針對在中國這個投資進行政策 開始吵架 因為他認為你如果現在就去中國 你會掏空台灣 把所有這些加工業者全部都帶去 藉級用人就這麼來的 就那時候都開始產生一些 而且那時候如果時間沒記錯的話 他還飛到美國去 因為王永慶就曾生氣 如果你敢去中國那樣子投資的話 那我就要把你台作 南亞台華三家公司全部都下市 因為他就用這種方式叫你 我政策沒有鬆綁 你就是不可以去 所以那一陣子其實吵得還蠻兇的 後來第二次對中國來講 非常重要的一個開放 其實也是在江澤民的時候 也是在三中全會 他那時候就是強調一件事情 就是要發展社會主義的一個資本市場 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要去訂定資本市場 就要開始朝這個部分去發展 所以從那時候開始就有什麼五年計畫 那我們當然就知道 其實台作集團當時最主要要爭取的 就是十二五計畫 所有的五年計畫 他們都站在國家的一個發展上 各個省份要如何發展 哪一個東西 譬如說大雨昕 哪一個省份要 因為你的哪一個國營事業可以要 可是今年的兩會 今年沒有開三中全會 真的讓大家這麼失望嗎 真的把大家都給嚇壞了嗎 因為這代表著什麼 你看幾十年前所訂的三中全會 發展到現在 分身發大財發展到現在 你現在如果連所有的經濟方向都沒有了 那可以斷定二三十年後的中國 是沒有任何一個願景的 因為沒有人去破壞這個願景 他現在沒有任何經濟藍圖了 沒有經濟藍圖 所以這是為什麼李強他整個取消掉 他的一個記者會 你要講什麼 連他自己都不知道啊 然後現在外媒甚至講什麼 你說李強不是不開記者會 是他不知道要講什麼 因為他的老闆習近平也不知道啊 所以習近平在創造出一個東西 我們要發展的叫新質量的一個生產力 什麼叫新質量 他去年九月開始創出來 沒有人講得清楚 他說啊 我們要什麼 要對環境好啊 要發展一些高科技啊 說得沒人聽啊 那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大家認為 這整件事情開始不尋常 包括高盛的一個投資官 都說現在中國的經濟已經開始出現高度的一個 不確定性 你看看他的房地產的價格在下跌 你可能認為說已經跌得很慘了 問題是他可能是無量下跌 可能會跌得更慘 因為現在看起來 中國所有的相關的數據 包括這一次李強公佈的 什麼我們的收入增加了8.4% 我們的失業率是5.5% 我們人均可以支配所得增加6.1% 他們說這所有數據 跟你之前也可以透露出來的 幾乎都都不老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包括高盛這個投資官警告 不要去投資中國 而且不是只有短期 因為他認為中國的經濟是長期的放緩 放緩到什麼地步 現在看起來一樣是沒有辦法預測 所以就是提到就是說 為什麼這一次三中全會沒有開情況之下 這兩會人家都說你根本不知道在開什麼 還有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外民直接取消理財 不是國家總理啊 是習近平辦公室 連CEO都不是啊 是助理啊 因為你現在除了習近平叫你講什麼 你就講什麼之外你根本沒有辦法 應付任何媒體的一個提問 對 提問 今年剛剛講的 還有30多年的傳統 從朱鎔基開始 今天在兩會的時候 我可以讓所有的記者暢所欲言 問你 讓你問到報 也就是我利用這個時間 我可以把我未來的五年的計畫 未來整個中國的藍圖 好好的對外宣傳 而今年李強竟然沒有開他的總理記者會 你說這個就是一個非常不尋常的訊號 而這個不尋常的訊號 真的像慧珍所說的 因為我根本不知道要做什麼 你知道國務院總理記者會 他有一種安定民心的一個作用 你知道溫家寶我們說他是影帝對不對 那影帝就會演嘛 讓大家覺得說 他說他爬的都爬的 台灣就是這種地方講的 你看那個李克強說什麼 長江黃河水不會倒流的概念 就是說改革開放是繼續嘛 就讓外國人知道說 這個中國大陸 他也是持續採取經濟改革的政策 讓大家又來投資 這是一種穩定民心的一種做法 但是他連這種穩定民心的做法 都不做了 記額不言了 長江黃河真的倒流了 那問題在哪裡 可能李強出來之後 剛剛慧珍講的沒有錯 可能也不知道他講什麼 然後他講的東西 因為他在報告當中的數據 大家說都是造假的 所有東西都是假的 怎麼可能說這個GDP百分之五 現在去年來沒辦法達成 真實的狀況是沒辦法達成 今天來講怎麼有可能達成 那真實的狀況又有什麼東西 比如說兩百萬兆的這個 這個相關的債務 還有很多的這個下崗 或是被被抓走的人 這些很多很多的數據 他都沒有提 但是提這些數據 都是假冒的數據 所以今天來講的話 有人去統計一下 他的工作報告裡面 講什麼 講習近平講了16次 然後講了安全 講了這兩個字 講了29次 講了風險 總共講了24次 所以第一個 那經濟呢 發展呢 經濟沒有啊 就是說真正的目的 講了這個報告的目的 就是第一個 我對組織效忠 這個組織就是習近平 對 所以我講很多次 然後再來呢 安全 安全就是為了維穩 所以整個來講的話 維穩可能優於經濟 而不是經濟優於這個 所謂的安全議題 所以你可以看到 李強他是國務院總理 他當然主管經濟 他自己心裡很清楚 而且他在整個報告過程當中 當他講到 所謂的中國未來經濟發展 可以長風破浪 後面進來講後會有期 後會有期 大家講說 是把自己的話講出來 自己的未來 當然他馬上改口 叫做未來可及 但是問題是說 大家會說 你是官位不保 你可能就說 可能做不到一年 只有下台才有後會有期 對啊 你跟大家說拜拜 然後你就借由 因為你記者會被取消了 所以你沒有記者會 可以跟大家講說 後會有期 所以只靠著在工作報告 當中講後會有期 所以這時候就有人講說 李強你剛才做不了一年了 2024年大概這一年來講的話 可能過不了關了 所以今年來講的確 中國經濟狀況非常非常不好 那李強他所做的報告 可能很多數據造假 我們就且戰且走 看看中國未來前景怎麼樣 美國國務院把這個策略定成 它叫做小院高牆 小院高牆 小院高牆是什麼東西 就是要把AI 它非常有效的設定 你的AI跟半導體 這種高科技的管制的力量 設定在一個非常牢固的 一個範圍內 讓你滴 讓你滴水不漏 任何方法都無法取得這個科技 進不去 對 進不去 然後所以它非常有效 但是它其他的 比如說消費品 對 或是傳統產業的東西 它完全就是 該管制該管制 然後不理你就不理你 而在這個情況之下 就在短短一年多 它晶片反而通過 才不到一年多的時間 對 我記得大概這個印象 一年多 一年多的這個時間 你看這個整個 到Ellen Musk講的 在這個整個 AI的算力的提升 每六個月增加十倍 這開玩笑嘛 對不對 這個簡直是 完全是開創一個 新的一個時代來臨 對 好 那這是 這是目前的情況 然後第二個問題 中共你看到今年 它有一個 它在兩會期間 它有好幾個危機出現 第一個它最大的危機 它是從歷史上第三次 通過所謂的特別國債 發了一兆 就是我們講一萬億人民幣 對 那這一萬億人民幣 一兆並不是很 非常非常多錢 但是它在歷史上是第三 第三次 第三次 叫特別國債 第一次是什麼時候呢 是金融風暴 第二次是什麼東西 是疫情的時候 這國家有重大危機的時候 發行特別國債 它現在最有希望而在世界上 展露頭角的產業是 電動車 電動車 你有沒有可能靠百分之八 來救這個國家 不可能 也不可能嘛 對不對 所以百分之八 沒有辦法救全部 因為它的房地產卡 太慘了 三十 三十 那三十的後面 然後現在外面怎麼辦 現在就變成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從這一次 從兩會來看 我們大家在比較 這個西方世界 這叫做共同價值體系 所創造出來的價值鏈 對 這個共同價值 什麼樣的共同價值 就是一個國家的體制問題 這個時候習近平仍然堅持用 他共產黨的價值體系 什麼意思 你看這很簡單 他取消了所謂的總理的這個 談話 記者會 總理記者會 他的取消原因代表什麼 代表一種退步指標 一個反自由 反言論自由的一個 一個非常強烈的指標 那這個指標看起來 他會變成 他的 他的所有國家的施政方針 會形象於什麼樣的方式 倒退的方式 什麼意思 就是管制在管制在管制 所以國安法 會變成他 執法的重要的依據 當你國安法開始擺在前面 之後 就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西方的投資者 還有顧問公司 沒有人敢進去了 像高盛這種公司 因為你一進去 我幫你去評估一個公司的話 間諜 變成間諜 變成間諜 我要去 當你的顧問 我一定要去做我的調研 我要去做調查研究 我就是間諜 你調查 你調查什麼東西 國安法就來了 所以這個就是他的目前 好 那變成 他的政策 這個什麼意思呢 他的政策還是 政權優先 什麼叫政權優先 他不管你經濟了 因為中國有沒有比 現在過去更慘過 有啊 所以他不怕 習近平的經驗裡面 他的知識裡面 他上過箱 對不對 他下過箱 下過港 上過箱 他都搞過 他做過公司 什麼都碰過 他不認為這個有什麼困難 所以他的概念裡面 他就保政權為第一優先 保政權怎麼辦呢 怎麼樣保政權的方式 我們的一般很簡單 他要解決中國經濟危機 只有一個方法就好了 就是改革開放 就市場 自由市場經濟 民營經濟做大嘛 民營經濟做大起來的話 靠民營經濟獲利 靠他的資金的運轉 逐漸消化掉那些 所謂的那些的 所謂的爛尾樓啊 或者說是存貨啊 不良啊 像我們像剛剛我們上一節提到的 中國是全世界 豬肢豬肉 全世界生產量 百分之五十在中國 百分之五十在中國 現在生產過剩 在豬肉這樣下降價 那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為什麼 市場會調節 那是屬於民營經濟 可是你現在回過來 他中國的政權靠什麼 靠國營經濟 因為他要把國家的經濟做大 國營世界做大的話 他才能夠有效的控制這個國家 萬一阿里巴巴大起來 他為什麼把螞蟻金服幹掉 螞蟻金服做大的話 他失控了嘛 對 失控的情況就是 但是你搶我的政權 所以他把你幹掉 補教業幹掉 他完全是政權考慮 所以我現在講什麼意思 所以中國還是會強烈的推動 國進民退 他不要用所謂的民營經濟 來解決他的問題 難怪你詳細在講 安全跟風險兩個字 那這個時候我告訴你 就是他放棄了民營經濟 因為民營經濟才有所謂的 盈虧致富的概念 盈虧致富的概念 他對資金 對人力 對資源 會做成最有效益的運用 對不對 而且你說這樣的發展 非常可怕是你被排除 在全世界的經濟 跟技術範圍之外的時候 現在雖然你在某些地方還是領先 包括你的電動車領先 可是你只要在AI上面 在高能運算上面 你在落後之後 你會全面崩潰 對 那現在無法取得 無法從西方取得所謂的 高等的這個技術來源 已經變成事實了 那過去這40年來 他如果 能夠迅猛的成長 原因是哪 因為西方提供他非常大量的高科技的來源 跟人才 現在目前連人才的來源也通通沒有了 因為中國留學生 在美國全面被受到禁止 在全世界各地受到禁止 你說連靈德時代的電池技術都不保留 然後就會變成 電動車裡面有一個關鍵的問題 就是它現在優勢在靈德時代 電池 電池 它全世界第一 它有兩家公司 靈德時代跟這個比亞迪 都是第一名跟第二名的公司 那這個東西 佔了市占率佔了百分之 大概五成以上 大概不知道多少 可是目前我們所知道 全世界西方的科技公司 都鎖定這個產品 因為要打敗中國的科技 中國的電動車為最重要的事情 電池 它電池做突破 科技上突破的話 那這個馬上立刻就能夠改變整個市場的風貌 然後讓中國的這些電動車 居於落後的地位 這個事情 按照目前AI的這種能力 這種科技能力 不斷增加演算能力的話 化學跟化工方面計算都會進步 進步的時候 預估在三到五年之內 會創造出新的電池 改變整個EV 這個電動車的整個競爭的態勢 這兩天中國的兩會正在舉行 這個非常重要是因為 它之前是有一個三中全會 三中全會等於是 中國跟它經濟破壞最有關的會議 竟然沒有開 沒有開了以後 這兩會好像就在走馬看 哇好像只是一個過場 過場你就算了 照講你有一個總理的這個記者會 總理記者會也取消了 我想說為什麼發生這麼大事 你說跟他的經濟有關係 他的經濟糟到 他連演都不想演了 是寶傑哥中國這一次真的出大事了 有這麼嚴重嗎 完全蓋牌 蓋牌到所有 甚至連這種演對國際演一場秀 都不願意再演下去了 你說以前蓋牌是我把一些經濟數字蓋牌 我把一些青年的失業率蓋牌 現在我連三中全會都蓋牌 簡單一句話 就是未來五年到十年 中國像是一隻奇迷糊啊 在黑暗中完全不知道方向 因為我們之前有提過 中國從去年開始 六項非常重要的經濟數字 包括出口進口你用電 然後還有就是說你的一個失業率 所有相關的數字全面蓋牌 全面蓋牌 所以全面蓋牌到現在 他不能對外公開啊 你只要對外公開其中一個數字 馬上被人家發現都不老 所以人家就會說 欸不對那你的數字都不老 的情況之下 那這樣子這種情況 中國不演了 我全部都不說 也就是以前我們當然也懷疑 他的數字有問題 所以李克強上來以後說 我不相信你的數字 我只相信什麼 我只相信你的用電量 我只相信你的運輸量 現在我連炮製這些數字 我都不攏了 都不攏之後 我乾脆不演了 完全不演 所以現在連總理的記者會 都宣布取消 這是中國經濟開放 三十幾年來 頭一遭發生的事情 然後大家就說 那到底中國經濟有多慘 我們現在就要告訴大家 中國經濟有多慘 你知道從2021年到2023年 大概二十個月的時間 中國已經印出了 五十四兆人民幣的一個錢 五十四兆人民幣 對在這個市場上 丟到市場上 他丟這個錢要幹嘛 希望企業可以去借錢 可以做相關的投資 希望地方政府 可以掙錢做一些鐵工機建設 希望這個錢 可以真的活絡整個經濟市場 結果事實證明 全部沒有發生 就像是個小椅子丟到池塘裡面 連一聲噗通的聲音都完全沒有 聽都聽不到 完全聽不到 包括你知道CPI指數 包括PPI指數 其實我們都知道 所謂的PPI指數 就是工廠這個生產產品出來的一個數字 當你的工廠產品出來的數字 不斷的下降的情況之下 照理說 消費者會覺得 燙啊 燙米啊 我要趕快賣啊 所以他就會促進他的一個消費 結果現在發現 竟然這個工廠產品出來的數字 下降之外 連消費者買的這些 豬啊 雞啊 肉啊 消費 所有全部都下降 雖然我們不是經濟系 可是我們有一個最簡單的經濟嘗試是 我如果印了那麼多鈔票 鈔票會變薄 我的物價會上漲 會有一個通膨的壓力 我的東西會彎起帳 可是恐怖的是 當我這麼多錢 等於說是240兆台幣 進到這個市場 進到這個中國社會裡面 結果我的消費指數還往下跌 我的豬肉還往下跌 我的消費產品往下跌 不要說我的豬肉往下跌 消費產品往下跌 我連生產的成本也往下跌 所以我現在的房價股市 所有的全部崩盤 是 所以現在外就在彩測 中國是不是已經步入日本 之前失落30年的後程序 變成200多兆 對 錢跑到哪裡去了 結果他們現在分析 現在錢是這樣子 就是中國宣布 所有的那個相關的金融機構 給我放錢 放水 放水來救經濟 就錢放了 水放了 結果你發現國企 來申請這個錢 額度申請了 但是他沒有真正投入建設 他把這個錢拿 又回去一大堆 還他的公司在 還他的外在 還一大堆在 然後地方政府 借了這個錢 拿了這些錢之後 也不進行開發 也拿去還能 他就在這下 然後最重要的一塊 什麼哪一塊呢 就是可能透過地下經濟的方式 走了 run了 隨著有錢人 全跑了 所以現在中國的所有的 這個印出來的52兆裡面 發現有些錢 回到這個簡單講 就是金融的遊戲 金融的數字 從銀行出來 最後繞了一圈 又回到銀行去 因為他們發現企業跟人民的存款增加了 他對經濟的刺激效益是沒有的 也難怪 英國金融時報 他居然怎麼講 他居然講說 現在中國的印鈔機開到冒煙 可是錢都不見了 是因為大家不敢花錢 大家不敢花錢的最重要原因 就是大家對於未來的景氣前景不看好 所以發現說我還是存著錢 我還是宰著錢 不然的話我可能真的完全沒有錢 另外一個狀況是 很多人賺不到錢 所以他們說民間的一個 尤其是青少年的失業率 是飆到46% 所以你沒有錢的情況之下 你更不會去花錢 另外你看到一個 你知道嗎 通常這種兩會召開 這個經濟 這個股市 一定要上演一波行情 宣傳一下 我的經濟沒問題 結果現在完全不演 連股市都不演了 他們說在2月28號這一週 光是從股市這樣跑出去 中國基金撤出去的金額 高達16億美元 在最後兩會之前 竟然還有這麼多的錢 往外跑 你就知道現在中國真的 徹底的已經完全沒有辦法 再演下去了 他的房市咧 他的股市咧 起不來嗎 完全起不來 在房市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都知道萬科已經算是 中國企業裡面的一個資優生 結果沒有想到現在發生什麼事 包括萬科他們董事長 郁亮他前一陣子 竟然把他最重要的一個後台 深圳國資委和金融局的人 帶去北京去幹嘛 求情希望北京可以再給他更多的 借出更多錢 你說連萬科都可能要出事了 是然後萬科一直是中國最好的資優生 是沒有錯 所以現在連萬科既然都出事了 在出事的一個情況之下 就代表人家會認為說 當北京否決了你這個希望 繼續經援他一個情況 萬科出事時間真的不遠 所以現在包括很多 當然新化資產 也就是萬科的一個債主之一 他們也就開始澄清 因為這個消息一出 郁亮求助北京 備局的消息一出 整個股價不斷的往下跌 你有沒有看整個股市 尤其到今年 今天上午的時候 其實10點還是跌破了超過4%左右 那現在因為已經 以前萬科有一個非常漂亮的酒店 月容莊酒店 他居然一口氣賣掉三家了 賣掉三家 然後限收因為當現金 限收現金4.8億元 還有包括什麼 他竟然把他的心頭肉 上海七百五萬科 這個現在是打了七折賣給別人 所以你就知道 當你一個房地產的資優生 都要來賣地來籌錢的情況之下 你就知道他真的經濟危機有多大 而且這兩天傳一個消息 中國的大潤發 不不中國的這個大潤發 一個一個關掉了 是其實這個大潤發 他是一家最好的商場 是而且你知道嗎 現在目前傳出 從2023年到現在 也才一兩年的時間 他竟然有一口氣 有13家 全部都已經這樣關掉了 這13家 有的甚至四川店 湖南店 其實過往都是那種業績相當不錯 所以你就會發現說 如果連這種最基本的一個消費 量飯店已經不是說 都是已經是一般生活 家庭會去買的這個地方 都因為收入不好 而產生關掉的情況之下 你就知道現在中國的經濟有多差 還包括哪裡 還包括深圳啊 包括廈門 他們竟然有一條街 超過50家店 全部都倒閉 你看這真的很可怕 因為他們的人都去拍攝 發現說什麼 賣面的也倒了啦 賣那個手機的也倒了 賣衣服的倒了 幾乎沒有一個行業是不蕭條的 所以他們就說 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就知道為什麼 現在中國的失業率會那麼高 因為連這種商店都關閉 找不到人 不需要人 沒有人來消費的情況之下 他哪來的一個就業機會 我在我看這個數字怎麼昏來 中共這兩年喔 這本20個月 20個月應了54兆 差不多是240兆台幣 這麼多錢 這麼多錢 留在市場 照一講 你的經濟會好一點啊 你的景氣會好一點啊 甚至剛剛講 你會稍稍有通膨啊 你的股市會市 包括你的這個所謂的 你應該講 你的這個市場 你的房產都會好 結果你的消費者物價指數 還是往下跌 生產者指數也是往下跌 怎麼會這個樣子 如果投了這麼多錢進去 經濟就會飛上天了 結果它都沒有發生 而且物價完全沒有狂漲 代表什麼錢被拿走了 甚至錢去填補 所謂的泡沫經濟的洞 錢被拿走了 套在房地產裡面 再來被有錢人收在手裡 因為繞來繞去 還是在有錢人手裡 再來一堆人 可能要背很多債務 這是泡沫經濟破掉 最可怕的地方 物價每漲工廠的生產沒有增加 那錢已經是破掉了 錢可能被某些人偷走了 所以我雖然印了這麼多的鈔票 剛剛講連金融時報都想 印鈔機都發燙了 可是錢呢 當然第一個是 在錢在銀行裡面轉來轉去 在地方政府那邊轉來轉去 拿去幹嘛 拿去房地產的債務 房地產整個都破了 現在北京跟上海 連這邊的房子都沒有人要 1500萬變成1000萬 整個跌了幅超過30% 那當然一部分錢就在這裡 就還債 拿去還債 蒸發掉泡沫掉了 但是會代表什麼 有一大群人會在泡沫裡面 悲債 這會非常嚴重 再來有一個現象會什麼 錢會集中在少數人的手裡 集中 本來一些錢投下去 GDP就會往上漲 結果中國經濟品沒有在上漲 你錢投在哪裡 存款在暴增 集中在少數人手裡 這個在日本泡沫經濟時代 其實就發生過了 他剛才 中國現在的銀行三月份 他的銀行光三月份 銀行存款了5.11兆 同比增加了1.22兆 這是什麼概念 就是錢被一些有錢人掌握在手裡 他根本沒有拿出來 只是在銀行裡面轉來轉去 這是日本泡沫經濟發生的現象 中國現在發現 所以我本來說 我想印那麼多鈔票 印那麼多鈔票 我就想說你的這個 所謂的資金成本低 資金成本低 你可以去貸款 你就可以進行建設 進行投資 沒人要建設 沒人要投資 更可怕的是一堆窮人 現在你房地產都變成法拍了 所以不只租房子的沒有 法拍也越來越多 法拍代表什麼 你現在都是負資產 你欠錢欠很多 窮人悲債 有錢人掌握錢 再把錢偷走 這是中國最可怕的地方 所以經濟當然好不起來 房價漲不來誰敢買 現在都在法拍 留拍房子 整個法拍屋 價格是一直往上漲 而且二手屋 沒有人敢接手 沒人買二手房了 現在一定拍不動 賣不動 沒有人敢去繳貸款 你再怎麼 你還是欠一大堆錢 對 1500萬的房子 現在只剩1000萬 你繳完了 你人生還欠500萬人民幣 2000多萬台幣 你怎麼可以繳得下去 所以有債務危機的人 越來越多了 對更可怕的是 地方政府也欠一大堆債 所以一部分的錢是怎麼樣 拿去還地方政府的債 但是這還來還去 還是在中國政府的手裡 繞來繞去 就變成不斷的發債 去解決這些貪官污禮的問題 不過更可怕的 其實不是這個 更可怕的是 錢跑去哪裡 我們看中國經濟 越來越差 印的錢越來越高 有一個東西 漲得越來越誇張 叫做比特幣 已經要挑戰7萬美金了 你說中國現在的債務 或者中國印那麼多的鈔票 這些鈔票都流出去 跟比特幣有關係 所以一個月內之內 就有留四五千億的錢 跑到杜拜跟新加坡去 你說中國比特幣 跑去那邊幹嘛 很多都去炒幣 尤其是比特幣 所以中國政府還說 拿出來說 不要再去買比特幣 因為你實在買太多了 中國富豪最喜歡的就是 你看這裡就會想 泰國啦 這些國家都去買比特幣 比特幣在最近的一兩個月 漲得40%多可怕 當你錢一直在印 一直往比特幣跑 那代表有一部分錢 掌握在有錢人的存款裡面 你不能跑到國外去 變成比特幣 或各種的虛幣 所以你曾經講過說 中國的經濟越差 比特幣的交易越火熱 非常的火熱 現在已經要超過7萬 7萬美金 一個比特幣7萬美金 要破下史上最高點 所以那跟中國有關係 當然跟中國有關係 因為中國富豪最喜歡去哪裡 跑去杜拜新加坡 現在上海很多 會計師跟律師 現在都忙要去哪裡 搭飛機去新加坡跟杜拜 因為我的客戶在那裡 錢在那裡 上海哪有人 上海環球金融中心 現在都沒有人 忙著去處理這些錢 所以我們看到上海的環球金融 人去樓空 人去樓空 人去樓空以後都衝到杜拜去了 對 所以上海現在更可怕的是 普發銀行 公有上有上海式的普發銀行 還在討債 這代表什麼 錢 剛才存款不是很多嗎 銀行發不出錢 有錢能把錢掌握了 一部分掌握在手裡 一部分逃走了 而且更可怕的是 剛剛講的 你現在的地方政府欠債 地方政府欠債委員 連公務員 居然聽到浙江 我們要找到 我們看這張圖 這張圖就看到 浙江省欠了 這個是單位 601億 河北558億 河南526億 然後呢 你這邊看到 整個浙江省的公務員 不是欠那麼多錢嗎 整個降薪25%了 所以更可怕的是 你會看到另外一個數字 會不斷增加 叫54兆 怎麼數字還在增加 因為地方政府又繼續 把印鈔機開到發燙 我不斷的借錢 借錢要幹嘛 要來發薪水 維持國家正常的運作 那不是惡性循環嗎 這樣做的是什麼 以後再留所有的中國子孫 聽說 三中全會對中國的經濟來講 至關重要 因為未來五年的經濟政策 是由三中全會確定的 一中二中 主要是我的人事 人事穩定了以後 我就要全力拼經濟 可是剛剛講到的 現在三中全會 居然不開了 然後總理記者會 也不開了 對你知道 這個中全會要開 基本上是一個 共產黨法定的一個政策 他是法定的 每一年都要開一次這個 這個所謂的 中央委員會的全國代表大會 那簡稱叫中全會 那三中全會是幹嘛 三中全會是在做 國家的經濟政策的定調 那因為中共他是以黨領政 所以黨一定要先開 開三中全會之後 兩會的時候 這時候國務院總理 才會如實的把這個黨的政策 作為他一個政策 然後再闡述未來可能 他在執政的五年的過程當中 要怎麼來做 所以你看到 共產黨竟然沒有三中全會 而且這個三中全會 已經歷時多少年了 以前這個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 就是在三中全會宣布的 而且每一個 改革開放是在三中全會開的 連毛澤東都不敢把三中全會弄掉 你今天習近平 竟然何德何能說 我不開就不開 這就有點任性你知道 所以我們評估 如果不是他任性 那一定內部出現什麼問題 那內部如果出現問題的話 一定是什麼 經濟政策的走向 一定有什麼問題了 就拿不出一個什麼東西來 如果照慧珍講的 蓋牌 蓋牌是一種做法 但是我們比較更怕的 在政治上的效應是什麼 可能習近平來講的話 可能連經濟都不管了 因為他根本自己要管都管不著了 你看到剛剛我們提到 他竟然印鈔這幾年來 印鈔240兆 這240兆什麼概念 你知道台灣的國家總預算 一年才多少 兩兆左右而已 這整個是台灣總預算120年 120年的預算 那你這個國家那麼大的經濟體 你投入那麼多的線性下去 結果跑到哪裡去 結果可能被洗到海外去了 或者是說 變成是搶救金融體系 你知道那金融體系 跟台灣以前一樣 呆帳了一堆 那所以呢 前些日子不是說 中共這個政府發佈說 要搶救房地產嗎 對 搶救房地產 他說讓他八大航庫 那個國有的八大航庫 整個下去的時候 你知道這些應該都是去填補 那些八大航庫所留下來的呆帳 我進了這麼多鈔票 我沒有促進基金的發展 我只去補破王 補破王 那原本那些的錢呢 就是被貪官污吏弄走了嘛 或者是被一些上人 弄到海外去了嘛 所以剛剛才講 虛擬貨幣 台灣那麼有價值 因為你走人民幣的正常管道 要出去 你出不去嘛 大家知道說 大陸客到台灣來去觀光 然後一年你用他的銀年卡去提款 在海外提款它有一個限制 一天你基本上頂多提2萬台 4萬台幣左右 但是4、5萬台幣左右 但它有一定的限制嘛 所以你現在來講 用虛擬貨幣整個洗到海外去的話 是最方便的 所以他的錢丟下去 沒有辦法救市場 所以習近平在想說 我不斷的一直強調要什麼 內循環外循環 然後內循環一定要弄起來 結果現在內循環一直弄不起來 沒有 錢丟下去也沒有用 那請問他的經濟政策在哪裡 沒有經濟政策 三週全會難怪就不開嘛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李強他怎麼辦法開記者會 因為我根本不知道我下一步要怎麼走 他連自己下一任 也就是說自己能夠當官 當到什麼時候也都不知道 所以為什麼外媒傳出來說 李強隨時可能被請辭 因為1991年以來 你知道嗎 他們總理本來就在會後 兩會之後就有一個記者會 朱鎔基也讓他暢所欲言 然後後面溫家寶也好 甚至以前說一個多小時 開記者會看到兩個多小時 兩個半小時 而且還有英文翻譯 現在完全沒有了 他等於是把它蓋牌 然後李強也不告訴大家說 我要做什麼事情 那中國現在是盲人其瞎吧 是啊 大家不知道你中國要做什麼 所以難怪 你知道剛才有一個鮮明的對比 大家說中國可能要記錄一個 非常久的一個時間 大概30年到50年的通縮時代 你知道這幾天日本的媒體發布什麼 日本政府安全文雄隨時可能會發布 日本已經結束掉 脫離通縮 通離通縮 進入到一個經濟全面發展的一個階段 所以兩個國家 你看相對比之下 現在日本什麼樣子 中國什麼樣子 那這一切來講的話 可能都歸咎於 習近平本身不懂經濟 然後到現在而止 也不用這個所謂的 經濟的專業人才 那真正懂經濟的李克強 已經心臟病死掉了 然後他本身來講 他是北京大學的經濟學 也不是咧 他這樣子心臟病死掉 然後後面這些人 李強是幹嘛的 李強是管理學出身的 所以他完全不懂經濟的情況下 怎麼救中國的經濟咧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中國經濟真的是越搞越糟 好 會的 我們外號人不懂是 你說三中全會惹不開 看到這個狀況 台商會嚇死了 因為台商 基本上我要對中國的投資 我要盯著你的三中全會 三中全會 你會未來五年的經濟計劃 我要根據你的經濟計劃 我才可以按圖所記把錢丟進去 如果沒有這個東西 你說台商對中國的投資 只會越來越少了 是 我跟你講 剛剛提到 第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在1978年 那時候鄧小平拍板 結束計劃經濟開放改革 那對於整個全世界開始開放之後 台商是第一批 開始要去中國進行相關投資 誰就是台座董事長王永慶 我記得在1979年的時候 王永慶一度繞過香港 然後到中國去考察 所以你就知道 為什麼三中全會 可以說是全世界最關注 因為他代表著 中國未來五到十年的經濟改革計劃 他的藍圖 對 他的藍圖 如果你這個藍圖不制定下來的話 就是他把藍圖先制定下來 下面的人各個省份 才能去爭取這樣的開發計劃 才能進行相關的投資 還有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在1993年第14屆的三中全會 當時的中共總書記江澤民拍板 要去建立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體制 所以也就是在那時候 台灣越來越多的台商 前鋪後進到中國去 包括連鴻海這些 也都到中國去佈局相關的投資 然後我剛提到一個最重要的 2008年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台宿的董事長王永慶 他一直有一個夢 什麼夢呢 就是希望可以在那個 中國建立一個大乙溪計畫 然後臨波園區 你知道他們從大概2000年之後 一直在爭取這個計畫 我印象當中 在2007還是2008 也就是他們那個真正的三中全會 要拍板 十四五 十四五全中國 要有多少的大乙溪 那個大乙溪要有多少的國營企業 比如說中石化中海油 誰能蓋誰不能蓋 那時候就是宣布名單 那時候台宿集團上下都在關注 他們的寧波大乙溪 也沒有被宣布 在那個名單當中 結果後來拍板是沒有 沒有的原因是卡在 中國希望台宿集團 跟他們國營 要有一個合資比 大概是五十五十左右 但是王永慶他有一個條件 就是在這種這個政治風險 相對來高的國家 他不希望合資 他希望毒資 講白了 他怕說你中國政府 如果一說翻臉 我可能在中國投資 如果跟你合資的話 這個佈局就沒有了 所以那時候 這就是為什麼台商很關注 所謂的三中全位 因為如果你這個三中全會 一報告出來 十四五計畫 寧波大乙溪沒有 就代表你這個計畫是中全 不用投資了 那十四五投資計畫裡面 剛剛不是提到 有很多什麼中海油中石油 你知道 那個就是各個省份 說我要我要 我有廠商可以投資 我要 所以為什麼三中全會 都是在十月開 然後再來隔一年兩會 才會在那個三月開 因為你要先把這個案子 給底定了 下面各個省份 才能去執行這個計畫 對 才能去分東西 或去爭取相關的預算 所以你就知道 今年如果連三中全會 都沒有開 這代表未來五年 也就是 未來五到十年 中國的經濟 可以說是 在一個瞎子摸向的狀況 你看 現在中國 經濟不是自己很慘 現在慘是慘到 他現在誰碰到他 誰都慘 有一個自捨 講過一句話 就是遇到倒霉鬼 最好散他遠一點 你知道嗎 因為你碰到他 你也會變倒霉 中國就是這個狀況嘛 來 各位報告 你看喔 過去大家講 原本電動車電池 只是誰從誰發明的 特斯拉嘛 對不對 結果後來傳進去中國之後 結果這件事情變成是什麼 美國再也不敢再跟他碰了 也不敢跟他競爭了 對啊 你說中國現在這個市場 剛剛講的 誰碰他誰倒 我們現在連 特斯拉這麼厲害的 碰到他也慘了嗎 反客為主嘛 原本電動車市場 是特斯拉稱霸 特斯拉研發電動車電史 結果中國把這個know how 把這個技術學走的時候 反過頭還怎麼樣 直接把電動車這個市場給搞砸了 對 我們就擠小鵬汽車來講 然後講個名言 以前我們大家會討論說 電動車是不是有藍海 有紅海 對不對 保律哥那你知道現在中國是什麼海嗎 什麼海 邪海 邪海 一片邪海 全部價格佔 人家是跳樓大拍賣 他不是他是殺到破盤再破盤 所以你說任何的產業 現在就是講了 任何的產業 只要被中國沾上邊 只要讓中國市場進來 就是一片邪海 過去的太陽能板 今天的電動車都是這個樣子 對 因為他們都是什麼 拼量 拼價格 我就舉一個例子好了 現在最可怕的 就是全球市占率最高的誰 就比亞迪 比亞迪全球賣多少車 第四季喔 就52萬台車 但是他這什麼代價 保哥 他自己也沒賺錢嘛 打氣傷拳吧 我直接頭殼給你砍到破 我隨便舉個例子好了 他們最近出一台叫做 琴Pro 琴炒的那個琴 保哥你猜猜看一台車多少錢 多少錢 你這樣怎麼跟他玩啊 35萬台幣 35萬台幣 而且還不是燃油車喔 是油電混合車喔 來 就這台嗎 對對對 你不要講那個比較最爛 我們講他們說 入手級是什麼 高階車款喔 保哥聽起來厲害對不對 他另外一台車子 你知道一台多少錢嗎 多少錢 四十幾萬塊 這高階車款 四十幾萬塊 你說這種沙發怎麼玩 這樣的一台車 三十萬四十萬就買到了 而且是高階車款 各位 他叫宋 他是用那種古代朝代 琴呢是比較低階的 宋比較高階 對不對 這是宋朝 這四十萬 四十幾萬 而且他是高階車款 所以你進去就是想救春覺不凡 你看前面那個衣標板 包括整個座位 欸這個是防什麼的 不要騙我不知道 跟賓士內裝裡面 差不多一模模一樣樣嘛 真的很高階啊 所以說在這個情況的狀況之下 四十萬不到五十萬 特斯拉怎麼受得了 特斯拉想說我一台車賣給你 評價車款一百多萬 夠評價了吧 結果你給我出一台電動車 然後出三四十萬塊 打到自己頭頭頭頭血流欺商權嘛 而且這個問題喔 你看馬斯克這句話就講 他說如果我們美國 沒有這種貿易壁壘 他所謂的貿易壁壘 就是你中國的 這個電池要來我們這邊 只要用到中國零件 通通沒有關稅減免 就是貿易壁壘啊 講白了 他說怎樣 全球任何一個人 包括中國在內 沒有任何一個人 競爭對手可以倖存 大家都會倒嘛 可是特斯拉不是電動車之王嗎 他不是電動車的王者嗎 他碰到的中國都倒了 當然你從特斯拉股價看起來 各位 我是一路看著特斯拉股價 從高潮起伏 因為他中間還有拆分過 最高只能是到八百多塊 結果你看他現在多少錢 保育哥 最近的喔 現在喔 175塊錢美金 跌倒是這樣子嘛 他已經被中國打到頭破血流了嘛 連馬斯克 你看他們問到說 對 蘋果原本不是跟大家一直講說 我們也要這個 從事這種電動車的企劃嗎 他不是有Apple Car嗎 對對對 最近突然發生一件大事情 怪事情說 沒有 我們宣布砸了一千多億美元 但是我們放棄了 我們不願意去競爭了 保哥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你那個三十幾萬的車子一台 怎麼跟你賣啊 對不對 我蘋果的東西 所以Apple Car等於說 他現在放棄了 跟中國的電動車也有關係 中國像一個黑洞 碰太陽能板 太陽能板 就全球大到貨 傾銷 大家都明不了聲 碰電動車之後 自己一大堆電動車的墳場 結果搞到現在全世界 特斯拉 他是宗祖國欸 等於說他是原本的創始國 現在被自己的這種客親給反噬了 那蘋果這是什麼 全球自霸企業富可敵國 碰到這個倒霉鬼也怎麼樣 我不要不要不要 先不要 黑豆 誰都碰不得 當然嘛 我就問蘋果就算推出再好車子 他們原本規劃說 我一台車子至少要賣什麼 三百萬台幣左右 但我問三百萬台幣 我再精良 跟那個三十幾萬的 青菜拔辣 他把直接電動車市場整個搞垮了嘛 搞到掉價了嘛 小鵬接車的老闆叫何小鵬 他說今年二零二四年 是電動車斜海競爭的第一年 何小鵬絕對有資格講究為什麼 因為我跟各位報告 何小鵬就是受到比亞迪傷害最大的苦阻之力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他車廠開到現在小鵬騎車 完全沒賺錢 從開到現在都在賠錢 賠了四十幾億人 那你說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他都還在研發 他說我們明年呢 預計說要推出三十幾台車款 三年過要三十幾台 這很明顯嘛 他在做什麼 我等於以量自駕嘛 我直接跟你斜海策略 小鵬的車 小鵬車他走比較平價 然後當然也有高階的車款 他就說我從上到下 從超跑到最便宜的陽春房車 我通通都跟你推 但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他很清楚 這檔戰爭絕對是斜海的戰爭 未來就是比說誰的預算多 誰的底細長 誰就可以騎下去 我們現在看到台股 蔣蔣貴現在已經上了一萬九 現在不太上一萬九 還上看兩萬點 結果在台灣一個非常重要的 這個所謂的成分股 台塑 台塑現在現金配息 居然只有一塊錢 它的殖利率1.42 創下歷史信息 怎麼大家都往前衝 台塑咧 最重要一件原因 還是跟中國有關 你只要跟中國比較有關係 你如果在水你就幾個 都真的是行菜歸 現在情況就變成這樣 你要知道 台塑集團不要說從我跑過去 這二十年來 他配息比沒有這麼低的 甚至現在人家回溯 是從1984年以來 他配息比從來沒有這麼低的 1984年以來 他上一次這麼低是2013年的時候 是1.6塊 人家還有1.6塊 現在只有一塊 扣掉他們 就是如果除以他今天的收盤 價值69塊多的話 現在殖利率只有1.42% 你知道我以前算現金殖利率 準到連王文淵都說你算得比JP Morgan還準 我那時候算都是什麼 6% 7% 8% 現在是1.42% 你就知道他們真的事情大條啊 那為什麼會這麼慘 其實最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台塑這家公司 他們其實有一部分是 寧珀這邊是佔了很大的一個貢獻度 而寧珀這部分的貢獻度 當然跟最近中國的這個景氣整體不好 還有需求不好 有很大的關係 然後你知道還有另外一個幫他賠的是什麼 就是福興鋼鐵廠 福興鋼鐵廠 福興鋼鐵廠不鏽鋼鐵廠 很多人不知道 事實上在2011年的時候 我還在線上做 這是我們當時跑一個獨家新聞 就是台塑集團 因為很想要在中國弄一個鋼鐵廠 所以他就拉了幾家公司 然後就去成立了一個福興鋼鐵廠 這個福興鋼鐵廠 是非常少數台塑集團 願意跟就是在地政府 也就是福建省一個國營企業 在中國的 在中國的 那你記不記得我昨天不是跟你講過嗎 以前王詠慶有一個原則 他不喜歡跟人家合資 尤其不喜歡跟地方政府 跟他們政府合資 他認為你這個風險太大 你如果把我吃掉就沒有 只有這個廠 後來台塑就整瓦旁給它露骨 本來以為 我們已經開始擦下我們的不鏽鋼廠 我們的鋼鐵事業 終於在中國種下一個種子 未來要開成一片樹蔭出來了 結果從2011年到我在跑的時候 我記得這家公司不鏽鋼廠 沒有賺錢過 真的因為 我跟你講他真的他以前 台塑是經營之神 碰到什麼都可以賺錢 對 這次這個不鏽鋼鋼鐵 後來越南廠有賺錢 但是這個不鏽鋼廠 後來他們還把日本的JFE 拉進來 因為就是說祭出他授權 幹嘛的 但是最主要關係就是因為 像這種不鏽鋼鋼鐵 其實中國自己本身生產也很多了 所以當中國要開始第一下給你在那邊拼的時候 你真的很難 當時候會設在福建有一部分的原因是說 以後東協市場大好起來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過去 那你知道為什麼我今天要特別提到 不鏽鋼鐵鋼廠 他現在竟然這兩天宣布 說因為虧損很嚴重 他現在又要投資5億美元 又要投資5億 他等於有點像是有一個無底洞 無底洞 真的是像一個無底洞 然後這家鋼廠目前為止 台塑集團跟台塑重工加起來應該有大概5成 所以呢對他們來講 其實這個無底洞什麼時候要能補 還是說乾脆因為去年一度傳出 這場要關場了 台塑集團就我印象當中幾乎做事業 會關場真的賠到關場 大概就只有汽車啊這一些的 這個不鏽鋼廠看起來真的動很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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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